房车旅行到底要花多少钱 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开始房车生活呢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房车欢迎Lamit的小丁和小潘 上一期的视频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七种在路上的车型的选择 我们有提到买房车是一次性的投资 但是如果想要开始真正的房车旅行 那考虑的花费可不止这些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钱 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我们才可以开始房车旅行呢 我们会结合我们自己在墨西哥 房车旅行半年多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房车旅行当中 到底有哪些地方是要花钱的 首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 我们在墨西哥一个月里面旅行的花费是 还是先卖个关子吧 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大概两个人房车旅行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可以把你们觉得价格打在公平上 OK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先做一下背景介绍 因为我们是在墨西哥旅行 大家知道墨西哥的消费水平是比较低的 然后我们觉得是跟东南亚差不多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会拿我们2020年1月份 在墨西哥的房车旅行的花费来举例 房车旅行的花费呢 跟你去什么样的国家 然后怎么样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呢我们这次呢 也就是大致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花钱的维度在哪 跟我们自己花费的金额大概是多少 帮助大家估算一下 大概多少钱可以开始房车旅行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直接往自己的身上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期视频的时间线 首先我们会介绍房车出行的花费 然后是旅行生活的花费 最后还有省钱小技巧哟 第一项的保险费 可能有人会比较意外 但是因为出门在外呢 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保险一定要排在第一位 我这边说的保险呢分为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长途旅行的人身安全险 和第二个就是车辆的保险 我觉得旅行险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出来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当时去找这种一年的旅行保险 还是花了一些时间的 最终呢我们两个人一年的保费是4500元 所以平均到每个月就是375元 车险的话还是比较容易买的 我们是美国牌照的车 所以可以选择在入境的时候买 你可以提前在网上的第三方公司去买 那每个国家它对这种境外车辆的保险返回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的墨西哥在入境的时候 是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去买这个车辆保险 如果你没有买的话 被警察查到很可能你的车子会被没收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一个车辆保险 六个月的话是1185块钱 然后平均到每个月的话就是197.5块 然后在这里推荐一个网站叫做WikiOverland 然后在上面你可以找到全世界所有国家自驾的一些信息 非常的好用 第二项就是油费 这个就是开车必不可少的一个花费了 油费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本地的油价 第二个是你车的油耗 第三个是你驾驶的里程数 我们的车是一个92年的福特皮卡 还是一个7.5升引擎的Monster 每百公里需要耗费21升油 墨西哥的油价差不多是20毕所每升 所以我算了一下我们差不多每公里需要的油费是1.3块人民币左右 里程数呢是决定这个油费总化销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月里面你开的越多 你里程越高那你的油费花销就高 如果你看的少的话呢 油费的花销也就少 我们二月份的时候呢 在墨西哥城待了三个星期 基本上没有开房车 所以那个月的油费花销就特别少 只花了500多块钱 但是一月份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两次穿越了美墨边境开了非常多的地方 然后总共开了2000多公里 所以那个月的油费就特别高 总共花了2741块钱 但是这个油费可能就是正常 一直在旅行的一个油费的花销 第三项是过路费 这个指的其实就是高速公路他们会收的服务费 当然你可以选择国道或者省道 那就可以省下一代币钱 而且可能工钱还会更好 但是因为我们处于安全的考虑 在墨西哥呢 我们基本上都选择的是收费的高速路 一月份我们主要是在墨西哥北部 高速路费算是贵的 那个月我们共花了559元 第四项呢就是车辆养护的费用 我们看了很多别人做的这个房车花费的视频 很少会提到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买的都行车 所以说可能不太需要养护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欧洲或者美洲旅行 你很可能会去买一个二手的一个车 就这种养护费用是非常必须的 就像我们我们会经常给我们的车子去添加机油 还有添加冷却液 然后每5000公里的时候 我们还会对整体这个机油 还有滤芯去做一个替换 然后并且开的的时候呢 你这样会发现老车会冒出各种不一样的小问题 所以说这个养护费其实还是挺必须的 所以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养护上面花的钱是252块 房车出行的第五项也是最后一条 就是营地费 原本我们以为有了房车之后 住宿就不用花钱了 对于在国内的大家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国内比较安全嘛 你可以选择一个停车场 或者去一个野外住一晚 那就可以省下不少钱 但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主要出于安全的考虑 所以我们都会选择去住收费的营地 所以月份呢 我们总共在营地里面住了20天 沃西哥的话 营地最便宜的话 只要30多块钱 然后贵的话 可能需要100多块钱 美国的营地会比较贵一些 即使它没有提供任何的水电给你 那一晚上也要花费100多块钱人民币 所以还是挺贵的 然后另外的10天呢 我们是没有住在收费的地方 我们会选择一些游客中心啊 还有高速的服务区啊 以及一些大货车停留点去做 总共呢 这个月的住宿的花销是1502块钱 所以平均到每一天呢 我们两个人的住宿费是50元 我觉得这还是比背包客住 轻历还是要便宜的 所以房车出行这个大类 我们一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答案是5627块钱 OK 那我们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我们生活的花费 首先就是吃饭 因为房车上呢 是有厨房的 这点就非常好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做饭 这样就可以省不少的钱 所以一月份呢 我们在这个自己做饭上面 食材的花费是1456块钱 天天做饭其实也很累的 尤其当你开了一天车之后 真的是不想自己做饭 所以差不多30%的时间 我们会选择下馆子在外面吃 一月份呢 我们这方面的花费是975元 接下来呢 就是平时体验的花费 这一块呢 每个人的情况会很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就是不喜欢在这方面花钱 然后喜欢去现免费的地方 然后有的人呢 可能会比较舍得花钱 去参加很多比较 有意思比较精品的一些旅行 然后我们在这方面呢 反正是比较偏中等一点 就是也会花一些钱 但是不会花特别多 然后一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去沙漠中 寻找一种现免账 花费一些向导费啊 体验费啊什么的 所以一个月我们这方面的总花费是 315元 最后呢 我来说说其他 这里会包括手机费啊 营养手续费啊 交通费啊等等等等 因为不太具有普世心 所以就不展开细想了 可以说说这个交通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有了房车 怎么还会有交通费呢 但其实当你想去一些景点的时候 其实开房车又贵 而且又麻烦 所以还不如选择公路交通 这部分花费是1511元 旅行生活总花销是4257元 OK终于说完了 所以我们2021年1月份 在墨西哥房车旅行的花费 到底是多少呢 你们算出来了吗 答案已经在我的手里了 根据当时的汇率应该是 9887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花费怎么样 贵吗 你们一个月的日常花费 大概是多少钱呢 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不过如果是在发达国家旅行的话 这个费用肯定不值这么一些 比如说在美国 它的开销肯定比 国际哥要贵很多 至少要2000美元一个月 如果你看到这里 说明你对这些的话 你一定是非常的感兴趣 那我们就再来点干货 怎么还放车旅行 到底怎么省钱才好呢 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 我们总结了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案 第一个呢 就是行车的时候 尽量选择免费的国道和神道 虽然说这两种道路呢 就是没有高速开起来那么的顺畅 那么的爽 但是呢 它确实会为你省下一笔不小的过路费 并且可能还会看到一些比较好的风景 第二点 就是尽量少开车 减少里程数 因为房车旅行嘛 遇到喜欢的地方 就可以多住一段时间 如果天天开车的话 真的也是挺累的 第三个呢 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安全靠谱的 免费的录影地 观察一下 一般会有三类 第一类呢 就是大潮市的停车场 比如说沃尔玛 那边相对比较安全 不要钱 并且呢 还会有免费的WiFi什么的 就是体验还不错 第二个呢 就是高速路上的加油站 住在这种地方呢 就是它的舒适度 可能不会那么的好 因为会有点吵 你可能睡得不会特别的舒服 但是 它是免费的 并且如果你选择跟很多 这种过路的货车 停在一起的时候 安全性也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在一些野外呀 或者一些景区的 一些这种自然的地方 可能也会有一些免费的 然后比较安全的一些录影地 我觉得房车旅行呢 绝对不是一种省钱的旅行方式 但是呢 也绝对不是只有有钱人 才能玩得起 上一期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不同的车型的选择 以及对应的价格 这一期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房车旅行的月花销 所以我觉得 聪明的你一定可以算出来 如果自己想要开始 房车旅行的话 需要多少钱了 那省钱的小目标 也可以开始立业起来了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视频 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给我们一键三连哦 然后接下来大家 如果有什么想了解 房车相关的视频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出来 分享给大家 OK 拜拜 拜拜